盘点七首不给翻唱留后路的歌 即便是再强的歌手也是无法超越的存在 第一首月光 魏彦斌24岁动情妖娅的唱强 可能如今40岁的他自己都无法再现 三个字15个弯的演唱 让歌曲充满难度 就连周深来了也唱不出那个驰骋沙场的感觉 周深的翻唱更多的是唱出了儿女琴长 第二首难念的清一首能唱慢绝对不敢唱快的歌 同时阅语版的语速超乎寻常 甚至有时中华剑都跟不上 不与其他歌手对比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有多厉害 第三首天堂 曾有无数人认为腾戈尔只会唱天堂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只有他能唱 歌曲的风神程度已经不能用优秀歌手来称赞 只有艺术家才更符合腾戈尔的气质 而当别人翻唱这首歌往往都会变成另一首 我爱你 我的天堂 我爱你 我的一家 我的一家 我的天堂 第四首死了都要爱 歌曲正红时期曾让无数KTV经常传出杀猪般的叫声 这首歌的难度不是副歌部分的高音 而是从第一句的低音到副歌部分直接飙上高音 到第二段第三段都要持续连贯唱出 第五首男儿当自强 很多歌手为了挑战这首歌都留下了翻车的黑历史 谁能想到如此高难度的歌曲 在林子贤七十岁时却依旧能稳如当年 还有数字人声和更高难度的十分十二寸 都极其考验歌手的唱功和体力 但凡是一口气没上来都是翻车现场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